没了就这些了 我下午就帮你寄走 放心啊 那落下什么东西想起来 我再给你寄 可不得了你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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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了 送别的饭都出了好几顿啊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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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来 走 就这一个吧 不用就那一个 好 走吧 走 怎么样 好吃吗 味道有点席味 好吃吗 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 你加折耳根干啥 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 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 好了 好看 你干吗不好笑 要买走了 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 我不走呀 早晚也得走了 早晚走也不然现在 明天 明年的事情远着呢 我不知道 还没计划过 想着是干净挺远的 我一转眼就是一年 行不行 我今天在这儿真的 我们都没好意思直接输了 好 红豆这两天都没来 忙什么呢 小院有个女孩要走了嘛 最近这几天她们都在一块儿吃 走了吗 走了 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 我做那个葱油粑粑 你听见了没有 好 听见了 听见了 好 好香啊 你发个信息问一下阿姚 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好 你看 我来吃饭了 的话就要看见了 他说了饱瓶酒牛她吃饭 叫我们别等她 爸 我们自己吃 進去 你别接受 你慢慢说 就是我 就是我爸很过分嘛 我都答应他一周出去四天了 我连保证书都写了 然后他说他给我一个礼物 我 我本来很期待 然后就这样 大麦怎么了 他爸给他送了个礼物 我空洞也在啊 在 我来厨房了 你把视频打开 来 我们看一看你爸送你的礼物 那你们等一下 好可爱啊 你怎么又尿了呀你 我一会儿再给你擦擦擦 他哪可爱呀 我爸说一周要待他留四天 四天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让他在厕所里进去 可是你阳房哪能够天天溜呀 哪知道这样我就不会了 我爸真厉害 不愧是天天跟学生斗志动勇的班军 大麦 非常非常理解你啊 你真是太可怜了 不敢你们说了 我要去给他擦药了 我要去给他擦药了 洋志面 赶紧吃烙鸵了 我不保证好吃啊 有猪油 怎么那么不好吃呢 这两天有心事啊 没有 我舍不得走 有 有一点 但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 对不对 我总得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 你和谢总呢 我跟他 怎么了 露营的那天 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 我都看到了 星星 你那个 昨天没事好 我入手陪你聊天吧 行啊 老胡 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哦 夏夏 放着手稳一点啊 路上边 走 来 给我吧 夏夏 那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有气机有催化剂 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啊 怎么发展 可以聊天视频啊 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 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 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啊 那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 一放松 就容易让心里有缝隙 就会让一些人不小心地走进来 可是我是个游客呀 我有个属于这儿 他都已经走进去了 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没有经验呢 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 红豆 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呢 还是避着他开心啊 嗯 见到开心 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 有啊 那我高中的时候 有个学习成绩太好的男同学 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 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 他跟你说一句话 哪怕他的手就碰下你的作业本 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招 有啊 那不就是了 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 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 那就继续开心吗 嗯 朋友 反正都是要走的 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 别为难自己 也别跟自己较劲 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呢 嗯 说的有道理 我对恋爱经验比女多 我是不会坑你的 我没有养前的 我不想到她就是不乱了 不尽就能打过的 我真的没有叫她 你不嫌疑 我差不多了 你不 слово